大家好,歡迎收看LiveGuard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示範的是Canon EOS R5的貼模 那我們所需的工具會有附贈的鑷子跟刮刀 以及可以加熱的熱風槍以及吹風機 那我們現在開始吧 首先我們貼機頂的部分 將模型凹槽對準熱靴中間 再向下對齊Canon的Logo 再延續的將邊緣對齊 缺軟完將它下壓 邊角部分可以使用刮刀斜助黏貼 接下來是熱靴後側 對齊熱靴缺口 對齊熱靴缺口 接下來是機身左側 對齊On off logo 先確認都已經對齊之後壓平 再用指腹往前 黏貼 細小部位 細小部位一樣用刮刀將它刮平 細小部位一樣用刮刀將它刮平 接下來是右肩螢幕 對齊按鍵孔以及螢幕的外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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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這個平面都已經平整之後 將邊角收邊 接下來是前滾輪的位置 將磨料對齊於前滾輪的周邊 確認讓這裡定位準確之後 用指腹向下壓 確認這條線是對齊的 再往前延伸 下方部分要將磨料壓進凹槽中 確認壓完之後對齊下緣黏貼 再來是快門鈕的部分 我們對齊側面 利用指腹將磨料往後延伸 側面對齊前滾輪 前方一樣用指腹將磨料往前延伸 接下來是觀景窗部分 我們將螢幕打開 對齊觀景樁 用指腹向下黏貼 用指腹向下黏貼 再將側面 向上拉齊 再來是機身左側 我們對齊的 我們對齊這兩個按鍵 我們對齊這兩個按鍵 確認對齊完之後 將機身翻到另一側 對齊機身邊緣 再將上方的側依下壓 再將上方的側依下壓 接下來是機身右側 將磨料對齊所有按鍵 將磨料對齊所有按鍵 確認完之後 再將整個面下壓 上方部分 用鑷子將磨料對齊 再將這邊 用指腹 輕輕地將磨料下壓 此時磨料會轉正 接下來是封按鈕的上方 再來是封按鈕 再來我們翻到底部 將磨料對齊方框 腳架孔 以及把手固定的孔位 先將磨料對齊好之後 整個平面下壓 再依序收編 再依序收編 接下來是電磁蓋 將磨料對齊貼上即可 再其是 再對齊上方的凹槽 確認模料是否平行 確認平行後,將整個面下壓 可以先旋轉角度,將側面模料收起 將螢幕側面以及樞紐貼上 那有色膜部分就完成了 接下來是萌皮的部分 先貼起機身左側 將模料翻至側方 使用鑷子將側面對齊 側面IOPOR使用鑷子輔助貼上 正面機身蓋,對齊LOGO貼上 接下來是握把部分 對齊握把側邊 向中間延伸 如果遇到皺摺無法下壓 可以使用熱縫槍加紋後黏貼 再來貼握把內側 對齊鏡頭卡口 確認將這個角落下壓 確認將這個角落下壓 一樣遇到無法下壓部分 用熱縫槍加溫 接下來是記憶卡長 對齊側面的凸點 確認上下的模料有平均 再陸續下壓 最後是握把後側 最後是握把後側 對齊握把下壓 角落 沿著機扛艙向上黏貼 側邊 延伸 一樣遇到無法下壓的 使用熱縫槍 建議完工時 將所有地方用熱縫槍吹過 然後下壓 確保邊緣是平滑 那我們今天的教學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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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